每年的1月到7月是台湾夜音的繁殖旗 夜里头发出高达90分贝的啼叫声 有人觉得在市区里面可以听得到鸟叫很难得 但是对于台中市文华高中附近的居民来说 听到这样的鸟提却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三年来已经吵得他们无法入眠 像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台中市区 时间从晚上7点左右一直到凌晨4点 温华高中附近的居民饱受困扰 想尽各种方法要驱赶 甚至架起鸟网都没有办法改善 每当你说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要入睡入眠的时候 他就叫了 我那种声音我听起来 跟保里龙摩擦那个玻璃的声音 比那个声音还要大还要刺耳 住户搬到附近已经三年 捕鸟网最多只捕捉到麻雀和斑鸟 全球协助也拷捕了环保人员 保育单位只证实 夜阴在繁殖期真的会吵死人 那声音当然是很大声啊 那基本上我觉得他鸣叫的程度 是足以干扰到 就是夜间要睡觉的人 高达90分辨的噪音 让市区里的民众也要寻求保护 现在只有找专家协助 尽快地捕捉他们 找到合适的稀息地放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